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有一個嘉賓,Jay哥 今天我會有一個主題 我今天會有三個受訪者 其中一個就是Jay哥 還有一女兩男的 那是錄音來的 那兩個錄音 最後才播 今天講一個問題 你來了英國一年半 差不多兩年 那你也在英國找個工作 也在轉工 那不如說一說你在英國上班 寫自由工 給你在預期之中 首先說了你來到英國 可不可以做老本行 即是你之前在香港做的工作 可不可以做老本行 第一,第二,在你的工作環境 和香港的比較 會不會有些鬼佬 會不會有些白工室正事 又或者是很好的人 或者是很好的人 或者是有些雙人格格的 分享一下 我一開始來到英國 找房租 找到房租之後 就開始找工作了 找工作的過程 大概用一個月時間 我都在不同的網站 我都在不同的網站 尋寄過一個帳戶 寄過一個帳戶 見過不同的工作 也有十幾十多次 後來就找了一份 做IT Support 那時候 我都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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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很基本的事情 問我為什麼 找這份工作 以前做過什麼 或者HR問你的工資 想我們出多少 其實基本上 如果剛才來到 都不可以要求太多 因為工作經驗 都是看回 他們不會當香港 是一個很實在的工作經驗 他們都當是白紙堂來過 人工都不會高 除非你見到很高層的職位 一般IT Support 和文職的員工 就差不多 進去做之後 做了一年半 其實過程之間 和同事都一起工作得不錯 有沒有什麼辦公室政治 鬥爭 你搞我 搞你 開頭都沒有什麼 因為大家不熟 大家不會怎樣搞我 但是後來最後 因為我HR就自己不做 為什麼不做呢 因為公司提供一個新的系統 我HR的系統 就不熟 所以就想請一個外援 請一個外援回來 又不知道和HR有什麼關係 或者是溝通什麼 然後我HR就不做 不過聽回來 因為請了這個人 回來 負責這個新的系統 他的人工都比我老闆高 我老闆就不高 那怎麼辦 所以公司老闆就不再出高 人工給我 給我HR 我老闆就說 我HR就不做了 如果他不做了 所以新請同事負責這個系統 就再升級 就坐在我老闆的位置 坐在我老闆的位置 之後 就開始改變這個IT的架構 即部門 再請了一個 請了一個新的分析師 然後又請了一個新的Engineer 其實他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 開始就 大戶血 對 大戶血 拔走所有的SSY 那些SSY沒有了之後 他不會解僱我的 公司 只不過是駕空了 我就沒有什麼做 在公司有 就是行行站站 夠時間收工 等收人工 那其實還好 不是 但是我做人的目標 除此之外 你喜歡做給你做 哈哈哈哈哈哈 他們不需要我 我又來的能力也沒有 不如去外面發展 我Head走了之後 我另一個分析師的同事 都走了 所以我沒有什麼發展 在公司 我索性自己也不做了 就出去找其他工作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在香港 是否來到英國 肯不可以做老闆行 做到嗎 做到的 大健身大 那做工作的範疇 是不是跟香港一樣 一樣的 一樣的 其實分別不大 分別不大 那OK了 就是做事 當你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是一個幸運的人 那 在人事方面 剛剛你也有說過 那些同事就跟你不太熟 沒有辦公室政治 沒有這件事 可能我工作範圍影響不到其他人 那他們來多多閒人一鳴 我可能會來 有些同事特別搶僵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香港有很多精英 那些精英哪裏來 別說了 有些很喜歡搶僵 會不會有這些同事呢 我這間公司 就是因為我接觸工作比較簡單 而且整個部門只有我和一個分析員 分析員負責公司的項目管理 就和我的工作職位沒有什麼對沖 所以我就比較OK 但是之後再換了一些人 申請那個IT engineer 就和我的工作職位 就重結了 就是分工重結了 所以就影響到了 再問一個直接少少的問題 你進了職多久轉Perm 因為為什麼我問 我有個聽眾 就很開心 跟我說進了來英國 不知道做了一個月都沒有 就轉了由Temporary的工作 變成Permanent工作 在Agent公司 很開心 那你呢 你是不是一進去已經是Perm 還是怎樣 我進去不是Perm 我都是Contract的 大概都簽半年 簽半年Contract 其實半年合約 他都不理會你是否Propation 合約就當你是Propation 半年 合約就當你是Propation 合約完了 就是Propation完略了 半年 我請到我的老闆 就覺得OK 那就轉Perm 哦 就是跟回合約半年 玩完OK 就直接轉Perm 是啦 OK 但是始終都是 轉Perm 其實人工也沒有變 那你覺得 就是這樣說 不要算剛剛 剛剛大換血的計劃 那正常 你現在 當你正正常上 來英國找工作 和香港 香港上司和英國上司 你覺得 他要求做事那方面 哪個好一點呢 就是當是比較 其實 因為我以前 在香港上班的時候 我那些人都是鬼佬 所以 這裏也是鬼佬 所以 其實兩邊的 那些人的思想 都是一樣的 可能 但反而是 環境這裏做會輕鬆很多 我沒有那麼搶 香港又搶一些 哦 你以前 習慣鬼佬的 哈哈哈 可以這樣說 是的 那 沒有問題 如果對於你來講 那都OK 那為什麼我今天錄這集呢 我有些聽眾時候想 我試過 錄一下 有些不同的人來到英國 找工作 會不會做回本行 工作 會不會遇到困難 人工 人工和香港跌了多少 跌了一半 跌了一半 有一半的 一半 工作量呢 工作量 這裏都輕鬆 跌了一半 跌了一半 都跌了一半 輕鬆一點的 那其實沒有損失 唯一損失 就是每個月出的銀馬 哈哈哈 銀馬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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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比 其實很多人都問同一個問題 你覺得 如果讓你再選多次 你會覺得 我選來英國還是 還繼續在香港嗎 看自己的目標 怎麼想 如果你想在英國 長遠發展金來英國 不過如果你說 我想賺多點錢 我又不想交這麼多稅 我想繼續博殺 留在香港好一點 純打工的 賺錢的角度來講 是啊 因為現在這麼多人走 你容易上位一點 是啊 我自己都會這樣想 是啊 我什麼時候都要問我一個問題 我也不懂得答這個問題 因為說真的 如果純粹是賺錢 香港一定好 是啊 香港好 始終都是稅率低 但是有一點是不好的 我覺得 說真心說話 香港你要供一層很貴的樓 每個月的支出都很大 首先你賺到錢 但是你快樂 你就問你一個問題 很簡單 真的 首先你快樂 你未必快樂 為什麼呢 很多支出 公樓 小朋友讀書 奔會 其他 其實你不是很多錢 但是如果在英國的 好像我現在受訪者 J哥 自己是層樓的 人工少了 但是你問你一個人快樂 你答不回答到 英國來說是 自由了 空閒了 在英國說的 但是如果香港 就沒有英國生活的感覺 真是 在香港工作 即是 效率也很快 那些客人也不會跟你那麼客氣 說的很直接 不知道我問你搞定沒有 什麼時候搞定 快點做 類似這樣的 溝通 一來就 一來就 咬你 問你什麼時候 對 開波了 搞定快了 差不多 明白 那壓力 在壓力方面 當作工作壓力 今天講工作 壓力 香港1至10分 你給多少分 香港來講壓力 應該 8至9 香港 英國呢 英國5至6 5至6 OK 如果不講壓力 講在工作的投入度 講投入度 你明白什麼叫做投入度 明白 香港的投入度 你投入到多少 例如行先走肉 為了工作而工作 我沒有什麼投入度 我總之完成了老闆的事情 做論員就算了 我講投入度 1至10分 你給多少分 香港 香港都 8至9 你都很享受這份工作 如果你對8至9 8至9 8至9是取得分 8至9 我當你享受工作 享受工作 英國5至6 英國呢 英國可能7至8 7至8 你覺得在英國工作的投入度 是好嗎 香港的 要求員工做事要快 搞定 但反而 英國做事 都是搶的 但是 他不會 無事無刻都會問你 他只會搞定 然後再問你搞定 沒有 分別 有些分別是不同的 在工作的關懷 上司 對員工 上司 不是真的老闆 上司 對員工 對員工 上司 對員工 下司 上司 和下司 對員工 一至十分 十是最好的 你會給多少分 香港 香港是0 香港是0 那麼大 英國呢 英國 英國 5至6 左右 OK 最后一条问题,因为你将会转份新工,你从转份新工到现在,我忘记了你什么时候不做,你现在大概有多久? 一两个月左右,你找了多少份工,丢了多少份出去? 有多少份去见?丢了三十份,三十份,应该十几次,难不难? 每次都不是很难的,你拿一个interview的机会,其实是不难的,但要人出offer给你,就有点难,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工,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车牌,没有车,人家未必会接受 所以我常常叫大家考车牌的原因,因为有时突然之间,他都想每一个员工有车牌,可以户外工作,独立处理都是 但反过来,如果你有车牌是容易很多呢? 因为有时,雇主选择你的机会会大一点,因为有时,譬如IT工作,可能要去不同的地方,或者去很远的地方 可能就算公司提供一辆车给你做津贴,那你起码要理到车牌才能开到 那又是一件事,除了这件事之外,有时见公司也有不同的竞争者 可能其他竞争者的片段更好,可能我未必够差,或者可能是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这里先停一停,我不知道我对错,我常常觉得他 你说他有没有歧视,我觉得他一定是有歧视的,但我没有证据 但我觉得很大方面就是在语言那里出现了问题 如果你是可以说到,譬如苏格兰的,你也是教会斯哥而已 你说的语言是他又听得明白的,他又知道你说什么的,你又明白他说什么的 即是融入到这里的,我觉得反而未必有一个歧视的 有这么大的歧视,会不会呢? 有帮助的,即是对方听得明白你说什么,或者我说话对方也听得明白我说什么 那都是有个帮助的 其实我反而变回来,最大的歧视就是在语言那里 但有一件事是真实的歧视存在的,就是年龄 这件事是在语言那里的 就是人家不会说你六十岁不请你,你放心一定不会的 但后来就说不请你,因为当然是,这是事实来的 你去到哪里做事都一样的 那今天讲工作,你觉得在工作这个残面里面有什么可以补充? 不断地自己训练一下自己,或者拿多些不同的知识技术 帮助自己容易找工作,而且以前在香港找工作 你找什么工作都好,香港都是面对香港人的 现在可能是大陆人,但是来到这边,不单是香港人 基本上团合国,什么人都有,黑人也有,白人也有 日本人也不足够的,所以... 容易了还是难了? 其实竞争再大一点的,再难了 再难了? 是的,因为以前那些固主,香港都收什么CV都 收来收去都是香港人,但是来到这里 就无限过那么多个鬼佬,无限过那么多黑人 但是黑人也很厉害的,印度人的IT科技也很厉害的 白人是不是蠢一点? 白人...一点是,一点不是 但是始终都是白人有个优势,因为始终都是白人的地方 这里不是印度,所以白人有他的优势 也就是这样说,有车牌 综合这个论点,首先有车牌 第二,人工要预了减本 但是,我综合了James的记录 即是J哥有多久呢? 我个人是投入了,开心了 交税呢?我先说完最后交税 你在香港交税和这里交税差多少? 都...香港交税都... 不是太多,我找得少而已 这里就算你找得少,也是交20%以上 基本 是,基本 那是多个香港了? %来说是多,多个香港 明白了,没什么补充了吧? 没什么补充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多谢大家留言,给一赞分享,拜拜 我在香港做开Sales 那...字英文又不好 那...我过来... 大概...半年不松些 settle down 了 那...上一些找工作的App 找一下 看看不要简单些 做一下包装啊那些咯 那... 都没想着做回自己本身的行的啦 因为始终自己英文都不是很厉害 那...就转回最基本的... 倉务咯 那...他那些人工本身都是最低工资的啦 那... 呃...计算过回家时数又不多 每日都是回6个小时 多了很多时间... 用啦 那... 那... 都不要回家时 那...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